國內物價蠢蠢欲動 足跡總處今天發布了十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為百分之二點五八 雖然比九月略降了零點零四個百分點 但仍然是相當高的水準 已經連三個月維持在百分之二的 通膨警戒線之上 主因是因為天候影響到蔬果的價格 加上蔬果肉類等上漲所導致的 將顧客挑選好的糕點 一一裝和結帳 店員忙碌的雙手沒有停過 近期因為進口奶油 奶粉調漲 加上包裝用的紙箱紙盒 也都因為疫情的關係漲一波 業者早在中秋前夕 就已經先微調一次價格 以店裡最熱賣的原味鳳梨酥來說 原本六入裝是180元 調整後變186元 我們其實從六月份開始 我們的奶油的話是有調整百分之十 奶粉的話是調整百分之 應該說有漲價 漲到現在的話百分之二十 紙箱的話其實陸月 應該說陸續都是一直有在漲 到現在的話也是百分之八 國內物價蠢蠢欲動 主計總處發布十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為百分之二點五八 雖然比九月略降零點零四個百分點 但仍是相當高的水準 已經連續三個月 會維持在兩趴的通膨警戒線之上 主因是天候影響蔬果價格 加上肉類機票以及家庭用品價格上漲 所導致 受到天候影響蔬菜跟水果的價格漲幅 比較大都超過一成 那還有油料費呢 因為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攀升 還有去年基數比較低 那也上漲百分之二十八點九七 那蔬果和油料費 學者表示從今年三月開始 至今 臺灣的盾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就開始大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也就是兩者價格差距 有日益擴大的趨勢 顯見臺灣將不得不出現 預期通膨現象 一旦業者無法再吸收成本時 就會逐步轉嫁給消費者 屆時民眾對通膨的感受 就會更為強烈 記者我有陳信榮 張子佳台北報導